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個政府如果連市民的性命和健康都不能夠保障 我們不知道要這個政府來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這班官員還有什麼顏面 現在坐在這裏 市民現在最基本的東西 你說防疫是需要口罩 但是連口罩都沒有 你這個政府是不是現在才知道 你坐擁幾萬億又說香港是什麼國際物流中心 金融中心什麼什麼中心 我們只是找個口罩 在疫情嚴重下找個口罩都沒有 明知道病毒是由北面傳來 明知道疫情已經蔓延了全國 就是不封關 現在我們的醫療 整個醫療系統根本一早已經爆煲了 沒有這個疫情都爆煲了 有這個疫情底下 你知道那些醫護人員多辛苦 他們在前線面對那些病人 在急診室來到武漢發燒 不過他一直都不說 到最後見到醫生才說 經歷了幾多接觸不同的醫護 和我們的公眾 現在十個confirmed case 九個不是香港人 我想問你 現在五百八十五個情報的個案 有幾多個不能出示香港身份證 我想看一看衛生防護中心有沒有這個數字 黃醫生 黃醫生 還是哪位 沒有這方面的數字 沒有這些數字 OK 那麼入境處那邊會有 有沒有呢 沒有是吧 你有些什麼數字 究竟 我問你五百八十五個情報座 究竟有幾多出示不到香港身份證 醫管局不可能不知道 衛生防護中心不可能不知道 即是你說那五百八十五個是疑似 情報個案 情報個案 那五百八十幾個情報個案 即是疑似個案 那裡面有幾多個是沒有香港身份證的 我補充一下 好 請問醫管局的中醫生 中醫生 我手上只有醫管局在 我們不是每日 即是五百七十幾的時候 我們看過一圈 就是五百七十幾個裡面 其實分區是我們叫 Eligible Person EP和NEP 即是NEP我不敢保證它 一定是內地人還是外地人 但NEP在五百幾個裡面 我記得的數字是大約13% 百分之十三左右 你的意思就是百分之十三是沒有香港身份證的 我們叫NEP 即是非本地居民 非本地居民 主席 是十三個百分之 主席 即是說現在我們有大部分的情報個案 已經不是外地來的了 我們就是很擔心 這個已經成為 會不會已經成為了本地人傳人的情況呢 是這個很嚴重 不過我希望一會兒 局方先回答 下一位邵家俊 謝謝主席 疫情來勢洶洶 香港人心惶惶 最後講很多假消息 當中有些是來自無知 有些可能是來自政府的無能 政府越無能 越多假消息就會散播 剛才局長就說會有機制去澄清一些假消息 或者不實消息 我請你現在馬上澄清一個消息 就是口罩是否可以重用 是否可以在蒸完之後就可以重用 只是說你會跟我一樣 再正式去講一次 口罩無論是蒸炒煮炸 之後都不可以重用 口罩只能夠用一次 你會不會再跟我再重申一次 講得清清楚楚 這是第一 第二 請你在這裡澄清一下 上次當你們說這個輝名村 他們反對成為一個檢疫中心的時候 特首又說什麼 黑衣暴徒 又說那些人不理性 又說那些人激進 其實就是你們沒有做諮詢 其實你們亂來 大家在問一個問題就是 既然你說這麼難找這個檢疫中心 為什麼禮賓府隔離的廣中醫院的舊子 不可以重用作為一個檢疫中心 那個本身就是一間醫院 為什麼不可以重用作為一個檢疫中心 請你澄清這部分 第三 你要請澄清 你說沒有口罩可以在家裡 就自我隔離 請問跨境學堂怎樣自我隔離 接下來 希望大家明白 不是2月17號的復課 是下個禮拜就要重開些學校 學生可以回 如果有什麼需要的話就可以上學 請你告訴我們 跨境學童 他們怎樣去做 怎樣進行自我隔離 他們的健康問題 他們的口罩問題 他們的衛生問題 怎樣可以得到保障 請主席 好主席 我很快請衛生署 講講口罩是否可以重用問題 外科口罩都是一次性使用 這個在我們的宣傳的資料和指引 都是講得很清楚的 但是假如是自我家中消毒 當然你買不到口罩了 不是市民不像你們這樣 袋子有這麼多個 現在是一個難求 在家中消毒行不行 蒸100%水溫行不行 以我所知沒有這件事 以你所知沒有這件事 那我就告訴你 你自己看清楚了 OK 有沒有這件事 對不起 對不起 主席 你正在用我的時間 黃碧雲 你正在用趙家樽的時間 趙家樽你繼續說 趙家樽你現在是趙家樽發言時間 請趙家樽繼續說 請你補一點時間給我 剛才你和黃碧雲都用了我的時間 我剛才陳報然也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很多醫護人員都有人心惶惶 他說得很對的就是 面對天災我們尋著應對 面對人禍我們不能作為無謂的犧牲 任由政府請客醫護埋單 更應該歷陳其荒謬之舉 保護市民守護香港 若我們未能夠作出適當適時的回應 我們不排除參與由工會舉行的工業行動 以作警示 這位是徳敦住的醫生 阿翁醫生寫的一個公安聲明 好了你講完了 OK 下一位 下一位是楊岳喬 主席 政府好像黃恩浩蕩那樣 不讓新的自由遊行下來香港 就好像減了很多人 局長知不知道 商務簽署有得賣的 知不知道幾千個 答不到嗎 二百元你沒有看報紙 你告訴局長 二百元淘寶有得賣 你怎麼減那些人 你不要跟我說入境處 是要確保他們真誠下來香港 你怎麼做 叫你封關 你不做 一月八日立法會 我們緊急質詢 問你局長可不可以堂堂正正向香港人說 呼籲他們戴口罩 你不夠膽說 搞到怎樣 戴半個月 如果你戴半個月之前 你夠膽叫香港人戴口罩 可能很多人已經一早 當時已經買定口罩 不需要現在今早 喊著寒風 在外面慢慢排隊 因為你政治靈革在一起 現在你在跟我說關心醫護 一方面的口罩說得這麼好聽 他們現在喊罷工 你就喊打喊殺 用道德高地 道德綁架他們 警察呢 大半年前警察說罷工 要槍有槍 要炮有炮 拖著炮去罷工 你們聲音都不敢聲 罵你腦頂張建宗 你又是不敢出聲 你教醫護的 陳教授 你有沒有為過你以前的學生 講一句半句公道說話 現在他們前線的醫護裝備 夠不夠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看到一些照片 是在醫院裡面的警察 他的防護裝備 還隨時好過一個護士 好過一個醫生 你能不能夠確保這件事 不是事實 還有今天有入境處在這裡 我也要問 入境處現在就是我們第一道防線 如果有任何人士 他賴死不走就要入境處幫他 就要抬他走 他們有沒有訓練過的 他們有沒有全副武裝的 還有呢 消防的那些醫護 如果有任何人士 他拒絕告訴醫護 他是武漢來為他發燒 想到見到他才說 他隨時不夠裝備 這些全都是香港人的子女 麻煩你可不可以保護到他們 你第一個問題 剛剛醫管局已經回答了 他們有足夠的裝備 他們加強跟前線醫生聯絡 當然不夠 請問一件事 其實這16個裡面 有多少個是第一輪發現 因為我見到有些朋友是按了按鈕 大概有一半 一半 那你八個而已 你八三多二十四 給多一點時間 已經過了我的權限 不是啊 就是說給多一點時間 我不明白為什麼 有些同事都不讓人說第一輪 你講完第一輪 可能就是說額外多十幾二十分鐘 這樣也接受不到 我現在都 我現在是 我的權限是 我不是講你 我講其他議員 現在 我這樣 我們現在 先看 現在 被人講完第一輪也不用? 我現在我只可以 跟著有兩位 我只能夠給李維琼 郭佩帆 他們都沒得說 你們繼續講下去 他們兩個都沒得說 你現在已經是整齊的事嗎 根據議事規則第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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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區的議事規則第24A 那一定是所有秘書處都有記錄的 是的,莫乃光議員 如果你這樣做,即是剛剛好就斷了 連我問都沒得問 你沒問,現在我給你,有夠的 你剛剛救了你,好嗎? 你們再說下去,大家一起沒得問 好,接下來李慧琼議員 主席局長,現在其實真是全城都罵爆 市民對政府今次的表現是極度不滿的 現在說實在真是人心惶惶的 大家知道除了是怕買不到口罩 不知道在哪裡買口罩、排口罩這些奇景 每天都收到很多這些圖片、信息之外 一包口罩去到338元、268元 超級市場居然出現搶購方 局長,你知道嗎? 那些凍肉都被人搶購了 局長,現在你最重要就是要安民心 你剛才多次說,接下來有多少批次 多少口罩會來 局長,無論澳門、無論內地 甚至台灣 每日定時都有信息發放給市民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你會不會 回去立即發信息給市民 那些口罩何時離到哪裡有得買 現在存貨有多少?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對於恐慌 那些搶購食品那些 可不可以告訴市民 食品或用品是不應該擔心的 你一定要發信息令到市民安心 也要辟除所有的謠言 第二就是 現在大家都很擔心 正正是人心惶惶 當然大家對封關的討論 其實是無可厚非的 但確實如果要討論封關 就是要處理剛才幾位議員提出的問題 包括如果要每日往返工作人 怎麼處理 跨境學童 甚至貨車司機 因為如果貨車司機都搞不定 那你食物或其他供應都沒有 如果你在未處理好這些之前 其實你就要進一步加強出入境管控 入境方面 你什麼情況下 才會再擴大禁止入境範圍 我們認為應該是 凡是有嚴重的確診個案地區的人 如果沒有醫生證明 其實就安全一點 不要讓他進來 除了管入 你也都應該要管回 現在在香港 無論是香港人 和非香港人已經入境了 你有沒有做到追蹤 怎樣確保他們 真的好像你的呼籲一樣 是真的有做隔離 如果不是 其實那個散播也是嚴重的 你有沒有想過 可不可以把這些訊息 你做什麼都告訴市民 幾個方面 是的 局長 好 我盡快回應 第一就是說 所有的訊息 也感謝李慧琼議員提醒 我們其實在做大量的工作 無論是在口罩供應 以至到他回來 供應到市場 或者是食物 食物 其實我也想特別說一說 現在的食物供應 其實是正常的 我們食環處 也是跟一些供應商 接觸過之後 確認的 所以供應商 都會盡快補… 這些訊息 會不會透過電話短訊 發給市民 你可不可以回去 馬上做到 好啊 主席 其實我想對於發放這些訊息給市民 我們是有一個專責的傳訊小組 我們會處理 我到現在都未收過一條訊息 我們盡力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好 接著是郭沛帆 主席 我1月8日 在立法會提出急切質詢 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多議員都已經提出 當時已經沒有口罩買了 我們已經買不到了 當時局長怎樣回答我們呢 輕描淡寫 就說 會有的 我們會聯絡一些供應商的等等等等 當日你都不可以承諾到 一定可以保證到供應 好了 去到昨晚 大家見到 十度不夠 多少市民 這麼冷的環境下 通宵去排買口罩 我們今天問了兩個小時 主席 兩個小時 我們只問 究竟現在你買了多少口罩 你說全球採購 我們很多人都問你 你採購了多少 你什麼時候開始採購 你採購了多少 什麼時候會有多少供應 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有供應 如果你現在採購了很多口罩 你給我們數量 什麼時候會來 你現在手上的一千萬個 就可以拿出來 給有需要的市民先 現在市民一個口罩都買了怎麼出街 出不了街 那怎麼辦 你叫他們怎麼處理才行 事有危急先後 你現在是不是認為 你一個月兩個月都沒有足夠的口罩供應 保證不到你那一千萬個儲存 如果你保證到 你現在就應該拿出來 你就像澳門或者其他地方一樣 每個市民限購多少個 多少日之內 那為什麼做不到呢 搞到各個市民要在這裡撲口罩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我剛才問過幾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訂訂了多少 什麼時候有貨 現在那一千萬個 可不可以拿出來 給市民用著先 可以派住先 不達過一千萬 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葛貝凡議員的問題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個專責的小組 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處理整體 這個口罩供應的問題 當然在我們現在當前的急務 一定要第一 供應商知道它會有來 它有什麼批斥 什麼時候到 還有會有多少 其實這些資料 其實在小組裡 一直在處理 主席 你小組知道有什麼用 現在我們市民恐慌 我們市民要知道 接下來其他 譬如長期病患 學校等等 是不是有一定的供應呢 我們口岸工作人員入境海關 供應夠不夠呢 你說清楚給我們聽 現在究竟我們面對 什麼情況才行 你那一千萬個口罩 怎麼用呢 為什麼現在不可以拿出來 給市民先用呢 可不可以說清楚 你那一千萬 為什麼你要代言呢 你回答來回答去 都是回答那個問題 你一定有用的 局長你一個人用不完 其實這個主要都是供應 我們 例如我們醫管局 衛生署 我們一些醫護人員的用途 因為這個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我們醫護人員 你說你現在正在買的 是不是一兩個星期都沒有貨 一個月都沒有貨 在這兩天 其實已經是有貨 這個也會去到市場 那為什麼這一千萬個 不可以拿出來 給急需的市民用 接下來是莫乃光 局長我們說封關 不只是說關的 是說哪種人 剛才很多商界就說 貨車司機又怎麼辦 你就針對性那幫人 如果他們是有 健康證明 就讓他們來 不是處理不了的 沒有什麼都一刀切 今天不封關 第二天 人家就封香港關 我告訴你 這件事很快就出現了 大家都已經在看著了 到時你還去日本旅行 還是好像葉劉淑儀那樣去印尼 陽光海灘 去歐洲做生意 不用去了 你今天不做 你是影響香港的所有的經濟 你自己要看著這件事 不過我不問你封關那方面 幾十萬個現在回廣的香港人 你把口叫他們家居隔離 但全部都是自願的 我要問局長 你知不知道 其實台灣已經在做電子監察 他們派了二千多部手機 給那些回台的人士 就要他們用那個手機定時報道 定時有定位 你們有沒有計劃做這件事 我問過你們的技術部門 他們就說其實已經在看著了 不過你要下訂單才行 不是你們又說要做十八個月 你只是回答一句 只是回答一句 就是會不會下訂單 立刻去做這件事 我另外要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醫管局那邊 李國倫叫我問的 今天早上廣島東的star forum 就說他們的口罩供應只有八個禮拜 這個是今早他們開會的人說的 要麼你就說他錯 要麼你就告訴他實際是怎樣 不要經常說三個月 兩個問題 好 請醫管局先回答 是 請醫管局回應 我們要再看看 究竟那個star forum裡面 究竟他的訊息是什麼 但是我們真的 我們自己本身的口罩裡面 我一直都說我們有三個月的貨 但是在現在我剛才說了 最近的用量是真的大了 那麼庫存是的確下跌了 差不多成20% 病房同事想去個倉裡拿 細瓶酒精洗手液60ml 貨倉說 細瓶的手液只是給外展同事 不會給病房 你就說什麼去問人拿就有 實際上你看一下 要什麼沒什麼 實際上是你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下到地上的時候 下到地上的時候 是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要什麼沒什麼 中醫生 這個情況我都說了 前線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已經有專人去處理 細瓶那些相對 我也知道是相對緊張些 但是我們主要 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有些大瓶那些 在醫院裡面主要用的 局長 局長你只回答我一句 那個電子監察 你們會不會馬上下命令去做 電子監察 我的理解 現在已經在研究著 我們在整體的督道委員 你下命令去做就行了 不用研究的 我最後一位 我給了譚文豪 謝謝 很快 我實際上很簡單一件事 究竟你所說的 批次接下來的口罩有幾多個 現在全部全程在搶口罩 下一件事一定是搶糧食 其實現在已經是貴了很多 剛剛有人發給我的照片 菜心半斤50元 你怎樣去處理 現在接下來 分分鐘製造的糧食恐慌 是啊 局長 糧食有關你的事 是啊 在糧食方面 因為我們都 你先搶口罩 多少批次 多少個口罩 什麼時候到 搶了這個再搶糧食 我的理解 現在這個是 我們之前 是協調到的口罩 是有幾批 會在這兩天到的 多少個 不是幾批 講了兩個小時 陳兆遲 我現在沒有這個資料 我們有個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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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看的 專責小組 書面交出來 麻煩 你的專責小組 你不坐的 專責小組 你有沒有分在裡面 是啊 或者是 局長你 我們暫時都是沒有這個資料的 雙經局都沒有這個資料 你們什麼時候有資料 全政府都沒有你說什麼 什麼時候會有一些 主席我們或者候補 主席我們候補 好啊 好啊 局長已經答應候補 我們候補的資料 好 各位同事 我們的會議到此完成了 我們會緊貼情況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不排除再次舉行這個特別會議 多謝大家出席 多謝當局代表出席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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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